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早晨》 今天6月5日是2020年10月2日 你又在新西兰,记得台仰,还有社长Ray 麦莫 大家好,早晨 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彩斯,珍迪欧,早晨 希望各位点赞、订阅和分享 同时大家可以多点留言交流一下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今集我们回来说说一些台湾的话题 事远有一位叫欧阳娜娜的女歌星 被国内央视邀请去国庆日唱这首《我的祖国》的歌 也因此导致她在台湾那边被人骂声死起 说她为什么去对岸唱歌 其实这首《我的祖国》 就不是早前王妃唱那首《我和我的祖国》 两首歌来的 那这首《我的祖国》 其实如果听过的话 就会知道里面根本上是没有中国的字眼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讲那些风景而已 那只是说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面都有青春的力量 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过词不在我前面 那严格来说 最有政治意味就是最后那一段 如果有豺狼来 迎接她的有聂昌 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很坦白说 有豺狼来就有聂昌了 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要带出保家卫国的意思 是啊 又不是保家卫国的 那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地方 不过你有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聂昌招呼它 就是这么简单 根本都不到 没去到保家卫国的那个点 可以这么说 那整首歌的旋律很有美的 很多人都唱过 包括就是习先生的太太彭丽媛 都唱过这首歌的 嗯 其实这首歌你放到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来唱 都是没问题的 是啊 都没问题的 没有指定哪一个国家的 事实上这首歌 嗯 其实我的祖国 其实它说中华民国都可以的 绝对是 这个也是 一个中国原则都是 就是这个九二共识都是一中国表 是吧 当然你说它去对岸唱哦 不行的吗 其实它唱的中华民国都可以 不过有些人就上纲上线了 就是我 所以我说我很讨厌那种 叫做将绿色力量的文化 就是叫绿形那种玩政治手段 一带到去香港呢 这个地方就很难搞了 是的 各种政治斗争其实 其实人家常常说 以前 刘梦雄先生常常说 有什么极左下 以政治纲领外的斗争 现在大陆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 现在反而 对岸的台湾我就觉得 经常搞这些东西就 小弟就觉得 很难过地方的人呢 不撕裂和一直向前走 就是不够一字二搞经济 当然说真bc 什么都拼经济 你真是猪蚁啊 你只懂得赶钱 生活都是要用钱的啦 在现代社会是不是 那有些民进党的立委呢 就说他这样做呢 这位欧阳娜娜 这样做的话呢 一定要罚哦 如果不罚呢 就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 究竟什么事应该做 什么事不应该做 这么像那些蓝营那些人 或者这么像黄营那些人呢 其实黄、蓝、绿都是一样的 他们要做的事都是一样的 专搞这些普通人 就是黄、带、男、仔、绿嘛 哈哈哈哈 突破瞒想你是不是 是啊 突破了 因为其实你看一下那个 就是去讲这个我的祖国的歌词 其实就算他唱的是 就是我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就算他唱的是台湾都对的 《一条大河》 波浪宽 《风吹道花香两岸》 喂 台湾都有这些景象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少公的浩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饭》 到处都会有这些景色的 实际是真BC住的 澳洲都有这个景色 是不是啊 根本都没有 就是他没错 他创作的背景是朝鲜战争 但是现在已经和平了 是啊 没错 还有你要忘记了那个 战争年代那个双巴 还有疼痛 你现在这首歌你弄出来一定要 这首歌本来就是一首很漂亮的歌 这个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嗯 有遼闊的土地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喂 跟台湾 就算说台湾山有什么分别 都是这样的地方来的 是不是啊 有山有水 好山好水好地方 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 柴狼来了有聂窗 到处都是这样的 是啊 就算你一个巴基斯坦人 那你唱我的祖国都不会有问题的 不会觉得变成了中国人的 可以唱回那个人的背景是巴基斯坦 那你就唱回这首歌 其实都可以的 那背景是放在哪一个国家都没问题的 主要是 是啊 人人都可以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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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人都可以唱才是好东西的 这首歌 你去到美国也对的 就算 这首歌曾经试过有一件事 就是《朗朗》 在总统府弹过这首歌 嗯 美国总统 是啊 那时候是奥巴马做总统 当时有些人就吵 哎呀 这首歌是侮辱美国啊 就是你一犯政治化 很多事情都有问题 你当你把那个政治的背景挪开一阵 那就没事了 很多事情都 就是2011年的时候 这一件事是 一月的时候 胡锦涛先生 就去到这个 美国做国事访问 那就国宴上面就 就弹这个 朗朗这首歌 朗朗就弹这个《我的祖国》 完全没问题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嗯 那很不幸啦 台湾很多人都是 犯政治化 一般都喜欢这样做 那有陆营的党委 就说 就搬出这条条例 嗯 一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 而且得按次连续处罚的 那现在真的 嚇鬼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不过 不过这些事 就 我觉得 用这种方法处理不对 但是 中国都试过类似的方法 处理这些事 就是 我们一向都说 很说公平 在16年的时候 就是 龙应台 就在香港 就做了一个讲座 就是一首歌 一个时代 那 他就讲话的 那当时呢 他就问那些听众 启蒙的歌曲是哪一首 那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 就说自己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 那样 接着龙应台就说 我的祖国怎样唱 接着全场都一起唱这首歌 那 之后呢 龙应台就出了一篇文 叫做大河就是大河 那有时 真的 其实我是比较同意龙应台说的 有时真的 大河就是大河 杜花就是杜花 但是之后呢 解放军部呢 就出了一篇文 就咀这个 龙应台 就是大河不止是大河 就说这条大河记载着 保家卫国的战争 隐藏着一个 民族的文化记忆 那 如果是根据解放军部的这种说法呢 现在 就是 民进党做的事就有根据的 我说解放军部所说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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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所以我就是认为 有时呢 有些事情呢 就是 你太过容易起降的时候呢 你很多事情都变成了 是没得谈的 嗯 但是现在大陆都精了 不 应该都是 都是 舆论都是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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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其实有时候这样说 就是 一个很不幸的事实 其实有时候 内地支持的 总有一些事情是故意反弄它的 就好像 可能有些人会骂我 如果你经常上某些内地节目 或者是 如果你受过内地一些大捕 或者官媒访问的话 如果在香港 如果在香港要选举的话 输的机会也是大一点 可能是这节应该被人插我 不要紧要 你讲得对的 其实有时候 内地有些做的事情 他不知道香港人是想什么的 就是到了今时今日 他都是不知道的 他觉得有些人做的事情 看了很解气 但是 好像完全不了解 他们这些很解气的行动 之后是会有后果的 没错你很解气 但是之后有后果 那你应不应该先解了一口气呢 其实 这个我从来都有一个疑问 那当然 有人会说我们 你们那三个人都是最软弱的 韩奸走狗 卖国策 其实我都说回事实 就好像 韩国瑜就是因为见过中联办 所以 就搞成现在这样 你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但是这个问题最终都是因为整个社会气氛 出现犯政治化才导致韩国瑜要下台 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绿营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另一位绿营 就有不同的意见 他就说台湾是自由的国度 艺人去台湾 在台湾当然有表演的自由 也都希望不要跟着对岸起舞 也应该有自己的格调 所以呢 就提议 今年 国庆大典筹备委员会 邀请欧阳南 再去唱我和我的祖国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我的祖国 哈哈 去唱一唱 你去得对面唱 就来我们这里唱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 其实这样做是最好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人就聰点了 懂得可以化了那件事 就是好像以前 内地是禁邓丽君的歌 那些人就照听 其实那个时代做的不对的事情 现在有些人是继续想做下去 是啊 想重蹈覆车 很多人 包括在香港都是这样 香港是很多这些人 就是香港给内地 如果说按比例 其实香港想做这些不好的东西的人 是多过内地的 就是犯政治化 专是找一两个人来欺凌 搞到他一头烟 然后自己就很兴奋那些 这些是 就是把你内心最邪恶的东西勾出来 文化大革命斗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比如一个单位要交人出来 那时候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 那时候反右 要交一个人出来 因为右派掃浪有指标 右派数量不足 结果就是勾了那谁呢 就是开会的时候 他去了厕所的人就是右派 就是这么荒谬的 现在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现在我发现了内地网友 其实是理智很多 内地网友都说 经常都说 上面的东西交给相信中央去做 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有什么事情 有地方去旅游玩玩 那这样更好 总之相信中央就是了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 内地网友是比香港的激男 是理智得太多 虽然内地也有小粉红大红 但是内地网友看得很清楚 就是这些人都是找餐吃的 是啊 这些人根本就是 不是主流社会的人该做的 不是主流社会的人该做的事 主流社会的人该做的事就是 早上起床疏洗拆牙 之后上班努力工作 下午吃个饭 品牌 哈哈哈哈 然后午休 然后出去走一个圈 或者睡一个午睡 然后回家继续 弃煮完演继续到6、7点 下面下班去吃饭 吃完晚就回家班 加班一会儿 接着就回家 是这样的 那些不正常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 就是6、7点起床 就查一下微博微信 看看有哪個罵祖國的 罵國家的 馬上把插他先 一直把插到早上9點10點 再去擦個牙齒洗個臉 然後又再查一下微信微光 要上班那些人就是 很簡單而已 不上班就要搞反政治化 你上班的話 最後搞反政治化就很辛苦了 不過有些人搞反政治化這套東西就是當上班的 就很麻煩 那個社會 其實台灣就有很多這些人 香港就有很多這些人 香港有些教師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 其實教師那個問題 你不要說要失德公開 這些是沒有用的 你最好就是要評核他們究竟達不達標 其實我懷疑很多教師很多都不達標的 就是你用考試的方式來踢走部分這些 就是做事都不行的教師就對了 其實就是你評估一下每個教師的能力 是不是這樣就公道 不達標的話就走 其實內地都有類似的機制 現在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你達不達標這才是一個問題 你不可以用說他講過哪些東西 所以他就失德 如果他在學生面前講粗口都可能是失德的 但是有很多情況不是的 都是看情況的 很多情況不是的 很多情況只是失德的話 其實就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失德是什麼呢? 要公開一個名字 其實最嚴重的 我們說過性侵就一定要 性侵這些不只是教師 我覺得 但是要講清楚 不好意思 性侵他雖然應該講 但是有很多外國地方是不講的 因為結果是要保護兒童 保護小孩子 所以就不講 所以就不公開那個聲明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每一件事情去看 你可以先公開那個事情的全部 就是那個事情 他什麼失德 怎樣失德 你放了在那裡 不用講學校的名字 不用講教師的名字 讓人有一個警惕 如果要保護小孩子 那你就不可以公開教師的名字 也不可以公開學校的名字 有很多事情是這樣的 現在有些人在鼓動一些人去搞這些 就是搞楊潤雄 你一定要搞這個搞那個 先把人的名字說出來 大軍師 C820 其實會有個所謂的 這些會有反效果的 其實根本 我告訴大家 有很多家長都不想 那些先生說出來 或者家學校的名字公佈 影響了學生之後 賺錢的嘛 有些情況下是會 其他跟他做同事 但是就是好的老師 就被這些傢伙累死了 因為你公佈了是影響 公佈了那個教師出來 自然就會知道他在那裡工作 也就是說他現在學校的名字都會被公開 那好了 那裡面有很多好的老師 就被一隻老鼠 一顆的老鼠屎就是害死了 所以有些事情都是很複雜的了 坦白說 這件事情大家明白了 不是某些人說很容易的 說美國、英國都有就要照做 但是這樣說 英國、美國那個 失德那條線定得很高的 有些情況下 連私生戀都不算的 坦白說 成年那些不怕 不是啊 16歲也不怕 其實就是 有些情況下 所以 這些是西方國家不同的道德標準而已 是 是 因為其實就是 如果他的戀愛是16歲開始 他那個真正的性關係是18歲之後才開始 那就不算失德 是這樣算的 很多事情是 就是你就算說 Grooming 都未必能夠入罪 是這樣的 嗯 所以就希望 某些幼稚 不要再這樣繼續犯政治法 有空來撩下這裏 有空來撩下那裏 其實我自己看香港現在發生的那些事情 都很無聊的 喂 現在過了這麼久了 疫情都開始有點改善了 但是 有些人就是 總是要找些事情撩出來 找些政治議題搞一下 就是不搞一下 不安樂的 是啊 明明就退了休 總是要找些事情講一下的 又搞 又司法覆客又什麽又什麽 他繼承郭卓堅 各位先生 不過 不過這樣說他可以的 他可以申請司法覆客 而且又不是拿法門去司法覆客就算了 就是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做的 講到就是 你覺得煩 但是有個制度可以給他這樣做 你就要給他這樣做 這個沒辦法 如果你給他這樣做 當你給他這樣做的時候 另一邊如果 國魯先生又出來搞司法覆客 他不是拿這個法門去做的 你都要說 那個制度是這樣可以的 那你就不可以撩他濫用 你明白嗎 那個道理就是 你罵得人的時候 你自己都不要做那樣東西 本來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我也覺得很難搞 要幫這個 這個副國級領導人兜都兜不到 他要做的行為很多已經是 因為兜不到 他要做的行為很多已經是 是啊 他之前都罵郭卓堅 佼佼鎮的啦 是啊 濫用資源的啦 當然他可以說 我用我的資金 我用我的基金的錢 那怎樣 是啊 是啊 其實當然有罵過他濫用的制度 其實那些法官都罵過他濫用的 你是濫用這個法門制度 第二就是 這個司法覆客這個制度 你是濫用的 試過的啦 所以不批發援給他 那究竟 現在一單而已 什麼先生 所以就暫時要觀察一下 如果他多做五六單的 那就跟郭卓堅是同類人 是啊 所以其他人呢 我覺得就是這些政治議題 就不要太沈蒙太多 不要以為這些東西可以救到香港 不要以為搞這些東西可以救得到香港 經常都覺得陰謀論 香港啊 有一個幕後黑手Deep State 那些 就是怎樣說 美國那些 是啊 美國那些在香港的 所以呢 就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那其實這個問題呢 要解決是很痛苦的 而香港很多人是不願意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香港那個經濟 其實是很單一化的 你要解決這個單一化的經濟 是要全民努力去解決的 而且賺食會難很多 會辛苦很多 你們願不願意做這些事情呢 其實現在 就是香港那個問題就是 大家有很多人都是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有些人就是看到棺材都不流眼淚的 是啊 是啊 你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是沒有辦法 就是很坦白說 大家做好該做的事情就算了 就是我覺得就 因為不是那個副國級領導人 下了台搞就搞得到 他下了台搞更差 他為什麼在台上什麼都不搞呢 他下了台才要搞 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是中央給他的任務來的 中央有任務給我 國家終於有任務給你了 007 大哥 不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的話 他應該出來說 其實這些是國家的任務 他有沒有這麼說過 沒有 就是這樣了 拜拜 拜拜